大自然总是充满着新奇的动植物 让人看得入神 无自觉地把烦恼抛到九霄园外 80岁的杨泉河原本在建筑工地打地基 退休后还是喜欢动动植物 产产泥 每天下午都到住家楼下的这个社区花园打发时间 杨伯伯 种花种草也有七八年了 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好处 好像很轻松 很开朗 看得很爽 尤其开花有开花结果就看得更高兴 是不是也帮你稍微动一下脑筋呢 有些东西就往上要种怎么样 要怎样种 要安排 开着才美才好看 杨伯伯种植的植物包罗万象 有可以食用的如斑兰叶 辣植 辣椒 酸干和木瓜 也有色彩斑斓的胡姬花 当中有几盆是邻居请他帮忙照料的 他说有些胡姬花原本快要枯萎 加了木炭 浇了水后都开出了漂亮的花朵 杨伯伯也成为了街坊邻居的顾问 和他们分享种植的秘诀 在所有植物中 杨伯伯种的斑兰叶最多 很多林医生喜欢跟我讨盘 也怕不够分给他们 所以种多一点给他们要 为什么他们都来跟你拿斑兰叶 因为他们去买的 去包上买的斑叶也没有味道 没有酱香的 所以味道很香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organic的 花草植物有意身心 政府在2015年推出 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 提议让年长者 到具有疗愈作用的花园 松懈身心 国家公园局便从2016年起 在全岛各处开设康寥花园 两个星期前 位于祖屋区的第一个康寥花园 也正式开幕 地点就在五级八都西 第二到第419座祖屋楼下 居民的反应如何 喜欢很多东西 有很多草药 可以种可以看 还可以欣赏 因为看孙子压力很大 所以我来这边 闻了这些药草的香味 对我的压力很放松 其实它的花园都是种菜 这个不同 这个是一个草药来的 对我们身体很好的 当初负责设计五级八都康寥花园的建筑师 黄嘉宇告诉前线编导 他们选用的植物 可以激发访客的触觉 嗅觉和视觉感官 他也希望这座邻里花园 能够让年长居民联络感情 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说 能够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设施 他们能够从他们的家里走下来 来下面跟他们的那些邻居之类在一起 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就是说 也是可以证明这样的设施是很成功的 他们下来就变成一个人 不用整天在家里 交多几个朋友 而且对生活来讲 我相信会比较阳光一点 比较有一些正能量 国家公园局目前在本地开设了四座康寥花园 分别设在园艺园林Hot Park 弘茂桥碧山公园 蔡厕港公园和中巴鲁公园 柯以玉教授曾经担任Hot Park 康寥花园的顾问 他告诉前线编导 研究证实逛花园 看植物能够减缓压力 促进睡眠 我们开始薄写 这 Physi研究 开始两天相当 我们有老人从珠疟 线原中的珠疟 在珠疟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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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预 我们也发现 它的变化更增加 这会导致更加记忆 最后的疾病是因为 肺炎的脂肪 叫做脂肪 和增加的化学 叫做酸彩 所以最后的疾病会增加 心理卫生学院三年前发布的 新加坡年长人士身心健康研究调查显示 本地60岁及以上的人士 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失智症 报告也指出 2012年有28000名60岁及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预计到了2030年 人数会增加到8万人 新加坡失智症协会提供的数据也显示 他们接到的支援热线 从2015年的6000多通 增加到去年的8411通 增幅达40% 今年首11个月接到的求助电话 已经接近8900通 柯教授说 康辽花园所种植的花草 其实也可能帮助失智患者 勾起一些回忆 当他们在逛花园的时候 就不会感到焦虑 明镜上的观众 照顾患有失职症的父亲 怎么推动他成为一名正面导师